郭碧婷被向左下哭 蜜月过后的宁静 网友避免不了的 女儿们的恋爱郭碧婷与向左开启蜜月阶段 恋爱的时候自然是看对方都是有点 但真正生活哪有那么多浪漫 蜜月才是他们真正磨合的开始 这个过程也发生了不少问题 郭碧婷又只错了路 向左也更没有了耐心 再加上行程很累计婚礼上向左一些安排没做到 他的情绪挤压倒一定阶段 直接在小路上飙车 也不顾郭碧婷不必这么着急开车的劝告 期间还差点撞上一个小数 向左开快车把郭碧婷吓哭 来到住处向左持续低气压 郭碧婷情绪崩溃再次落泪 两人完全冷静之后 向左郭碧婷饭后谈心 两人用笔写下希望对方婚后做出的调整 郭碧婷的第一条就是希望老公可以减少工作量 多注意身体 向左听后瞬间被感动到眼泛泪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